好台东蓝宇独特的人文风采 每年吸引众多游客来朝圣 蓝宇乡公所也特别在环岛公路的挡土墙土上 彩绘图腾异象展现在地文化特色 但是经过长期风吹日扇雨林 尤其是已见斑驳 之前透过民间单位来协助重新上期彩绘 再度点亮了墙面 成为拍照打卡的热点 彩绘人员顶着列阳 一笔一画勾勒出身具文化意义的图腾 增加图案的立体度 立体啊画起来不是不好 又不好看而且又跟事实比较不像 所以我就擅自修改了 高抛独木舟飞鱼要出海平面 妇女高兴摇甩长发 还有其老其福大丰收 每一幅挡土墙彩绘 都展现蓝宇达物族的独特文化 蓝宇乡公所在环岛公路挡土墙上 漆上各式的图腾异象 但经过长年风吹日晒雨淋 游戏早已剥落 日前公所委托了民间单位协助彩绘 新亮点让游客争相打卡拍照 我是因为看了这一幅画 然后我才知道 原来这边有水发了 台东蓝宇就像是被蓝色海洋 热情拥抱的海上珍珠 独特的海洋文化和岛上达物族人的人文风采 吸引众多游客朝圣 环岛公路挡土墙才会换上新装 让游客能够更亲近了解族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